早晨八点四十分,抓捕行动首先在陈强这面开始,在那个时刻,汪家人像往常一样,一步三摇地走出楼口,直奔车窟而来。 汪德贵认识汪家李,敲声说,他来了。 老匪又要出门了,他是要到武爱市场,家具成彩点儿,还是要到北航去买杀人捆尸的绿色尼龙绳,就麻呆呢。 不得而知,但可以肯定地说,既然他已经成为一名职业性的城市冠匪, 那么,他的所作所为,也就都带着匪的意味,潜伏着匪的杀机。 他是一个温神,走到哪里,就会把灾难带到哪里。 然而,他今天已经是穷途末路,大献已到,人民为使自天而降,设下重重埋伏, 他再也别想从这里走出去一步了。 汪家人走出车库,推出摩托车,遇见了骗警王德贵。 汪家人皮笑肉不笑地向小王点了点头,汪德贵走进门。 你要出去啊? 啊,汪同志下来有事吗? 哦,治安,不口,下来看看。 王德贵东一句西句地敷衍着把汪家人拴住。 汪家人似乎不及,立好车,拿出一块抹布,一边擦车,一边和小王穷聊。 早在王德贵发出警报时,董冰已经在手机向陈强那面发出了暗号。 999,444,哎,就是试试试的意思,一连发了四遍。 他一边打手机,一边暗中监视着汪家人,向他靠拢。 汪家人看了他几眼,没往心里去,继续边聊边擦车。 陈强接到444的暗号后,带着侦察员飞跑过来,此刻不动手,等待何时? 董冰故意说,哎呀,今天太冷了,得回去啊,加点衣服。 收起手机,趁那个老匪不备,飞身向他扑了过去。 陈强等人一拥而上,将老匪制服,戴上手铐,一搜身,并无武器。 在另一个战场,李福良从王云阁打来的电话中得知,汪家人已经落网了,心里十分着急。 因为啊,已经是上午十点,可是汪家里的家还是一丝声息也没有,迟迟没有露面。 怎么回事呢?难道他没住在家里吗? 忽然,从远处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响声,暗中守候的人们精神大臣,都把目光投向汪家门前那个狭窄的胡同。 果然,驾车驶来的是汪家里,昨夜他又是在赵京那里住的。 他睡够了,吃饱了,喝足了,才下了楼,骑着那辆蓝色摩托车,回归匪朝。 原定的作战方案,提出不入侍寝啊,但礼服良想,不能拘泥此法,以免酒托生病。 他决定,装作路人走过去看看,他不紧不慢地来到汪家里门前。 正巧,门开着,看见汪家里弯着腰在点炉子。 天冷了,光棍家里锅冷扫凉,他想生火取暖,烧点开水。 李弗良走了过去,大哥,打听个信,李应昌在哪儿住啊? 李应昌?汪家里直起腰,抬起头往上看,似乎在琢磨着这个李应昌到底是谁。 说时迟那时快,李弗良猛地冲过去,将汪家里拦腰抱住。 侦察员们也一拥而上,三个人将汪家里暗倒在地,反靠了双手。 汪家里啊,这个杀人恶魔反应得太慢了,他只是挣扎了几下就成了阶下之囚。 但但还是强作真警,你们是干什么的呀你们? 李弗良向他亮出证件,警察。 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,记得汪家里吹下了头。 接到犯罪嫌疑人落网的消息,杨家林、吴宗生、于灵顺等市公安局领导同志来到铁锡区分局。 于灵顺让周师傅对汪家人进行辨认。 汪家人现年54岁,既然周师傅说的,那个总在玛丽兰大厦下面,等人的嫌疑人年龄较大。 那么,辨认的对象理应是哥哥汪家人,而不是弟弟汪家李,他们哥俩相差十岁。 此前,周师傅已经辨认过汪家人的照片。 汪云葛让侦察员们找来了九张年龄差不多的人的照片,将汪家人的照片混进里面。 周师傅目光敏锐,一下子就从那些照片中把汪家人的照片挑出来了。 现在,汪云葛让陈强找来六个年龄相仿的人,与汪家人站成一排,让周师傅暗中辨认。 周师傅只看了那么一眼,什么也没说,就退回来了。 于灵顺急问,怎么样? 哎,就是他,第三个。 周师傅笑着说,你们公安局真厉害,这么快就把他给抓到了。 于灵顺出于慎主,一再叮嘱。 周师傅,你冷静点,再好好看看,到底是不是他。 王云葛让汪家人在七个人中变换一下位置,周师傅还是毫不含糊,马上又把他指认出来了。 当有人再让他仔细看时,他有点急了,哎,怎么不是他呢? 没错,百分之百是的。 不过,那他做没做案子,我可不知道。 辨认结果,使大家特别高兴。 振扎员们,马上对汪家哥俩进行突审。 突审工作呀,恨不顺利,两个嫌疑人的态度顽固,不做交代。 在预审室里,汪家人反靠双手,坐在地上,眼神惊恐而无奈。 但在表面上却接力显出一副态然和委屈的样子。 姓名,汪家人,年龄。 五十四岁,知道为什么抓你不? 不知道,我都振大岁数了,能有什么事儿啊? 汪家人在作案中,用他的年龄迷惑蒙骗了不少被害人。 现在,年龄又被他用作抵御法律之间的最后一块盾牌。 汪家人的狡猾与顽抗,激怒了在一旁官审的于灵顺,也参与询问。 几个回合下来,汪家人有些招架不住了,于灵顺单刀直入地问。 公安局抓错你没有啊? 没抓错。 汪家人声音很低,但语气肯定。 明告诉你,你犯的是死罪,是要被枪毙的,肯定要死的。 如雷轰顶啊,击中要害。 汪家人六神无主,目光呆滞,像自言自语似地说。 我知道,我肯定回不去了。 这话意味着什么?在场人的心里更有了底。 于灵顺,掏出警官这儿,打开给汪家人看。 我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,对你说话是负责任的。 我们把你抓来,是有根据的,你肯定要判死刑。 在死之前,你不想过得心里好受点吗? 还想让灵魂受折磨吗? 近来,我就回不去了。 但是我呀,不能把别人的事说出来。 于灵顺知道,汪家人是在顾虑汪家李。 你的同伙一个也跑不了,你的弟弟汪家李还有那些人,也都已经被我们抓到了。 汪家人,坚口不语,显然他不相信。 你可以先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。 汪家人,依然沉默。 在另一间屋子里,汪家李被圈在铁栅栏里,低垂着头,哀声连连。 他的态度比汪家人还要糟。 不仅回答问题时,出于迟缓。 总要在脑子里琢磨,斟酌许久才说出一句。 而且话里,总要带点刺儿,落网后还在耍硬。 汪家李被抓后,来了烟瘾,想要抽烟。 他那个十五岁的儿子来了,他让儿子去给他买烟,这显然不行。 站在一边的浮墙,从衣兜里取出一支香烟。 点着了,放进汪家李的口中。 汪家李贪婪地吸了一口,抬眼看了看浮墙说。 你啊,应该给我点烟,浮墙大货不几。 不是为什么,我就应该给你点烟呢? 你忘了,汪家李目露凶广,恶狠狠地说。 年初,因为我没有驾驶证,你把我拘留了七天,事后,我真他妈想报复你。 三八犯罪团伙的人呢,报复行为是什么? 看来,一个又一个被害人早已领交过了。 浮墙听了一惊,如同一只落网后,还呲牙咧嘴献出凶象的狼。 这家伙是个多么凶恶的人呢。 已经过午了,汪家人和汪家李还没吐口。 于灵顺走上四楼,对杨家林说。 现在啊,看来得你出马了。 杨家林也很焦急,故有此意。 他是一位近七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公安局局长, 也是参与围剿三八犯罪团伙的普通一警。 杨家林略作沉思,站起身向楼下走去。 突审汪家人的同志,见杨家林走了进来,对汪家人说。 这是我们市公安局的杨局长。 汪家人用怀疑的目光,看了看杨家林。 能让我看看你的工作证吗? 杨家林拿出警官证,给汪家人看。 汪家人看后,点了点头,神情变得更加紧张。 他没想到,继那位姓渝的副局长之后, 市公安局的一把手,也会来审他的案子。 汪家人,你坐稳了。 杨家林声音不高,但句句寒威。 我们和你们啊,打了好几年交道了。 你们干了多少案子,你们清楚,我们也清楚。 不然,1019的案子到现在才十天, 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把你们抓到吗? 你们罪恶累累,没有活的希望。 但在此之前,这段时间你想怎么过? 你必须向社会,向人民,也向你们自己的家属,做个交代。 汪家人的肩头,微微抽动一下。 杨起的脑袋,低了下去。 显然,杨家林的话,已经对他产生了作用。 你讲不讲,你讲,我可以在这里听一听。 你不讲,我就离开。 现在,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,讲还是不讲? 我,我讲。 汪家人的精神防线,已经彻底崩溃了。 脸上出现了极度痛苦的神情。 有气无力地说。 十九日的案子,是我干的。 局长出面参与审讯,不同凡响。 突审,出战告捷。 首先从汪家人这边取得突破。 他承认了1019持枪抢劫百万巨款的犯罪事实。 但是,他直到此为止,没有再做深入的交代。 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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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. 就没来分析了。 对了。